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好的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 我是Iraise 那台中市致力推动影视产业发展 争取各大影展来台中应演的机会 那今年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呢 跟台北金马影展的执行委员会合办了 金马经典影展 那有许多精彩的片单 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 那电话连线到的是 财团法人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林银志先生 副执行长您好 你好 好 想先请问副执行长 就是金马经典影展 本来之前在台北 现在终于来到台中 那想请问今年 金马经典影展的片单有哪些呢 今年的片子其实不少 算是几步 那比较有名的片子 就是基本上在电影史上已经是个经典了 对 那这片子里面有《野厨菊》 《水年华》 《一个都不能走》 还有就是很多部 就是当年在捷克进演非常多年的捷徒之作 包括就是有一些犀利幽默的黑色电影 很吃人 超级好公民 这些都是非常令人赞赏的一些影片 特别是在过去台湾没有放过 那现在才有机会放 所以有精选很多就是过去在台湾没有播放的电影 然后甚至是禁演的 但是就是这一次在这个金马经典影展都可以看到 对 那既然来到台中那当然是要好好的回馈影迷 那想请问台中厂有哪一些回馈影迷的方案跟好理呢 好的 最基本的就是其实这个影展是我们跟金马影展 分别在台北跟台中办理的影展 对 那台北呢很清楚 就是它的票价一张就要240 一张就要240喔 对 台北票价一张就要240 对 那台中的话我们全票是21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预售票是160 预售票是160 全票是210 然后预售票是160 而且请问就是如果说买多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优惠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发烧级影迷 它想要一网打进38部影片的话 这个可以现在开始这个提前购买 就是所谓的超级影视套组 超级影视套组它内容是怎样呢 这个影视套组这个内容就是说你可以一次看完所有的电影 那但是它票价是6折的价格 就是如果说你38部然后你以全票来算的话 然后它就是38部然后乘以210 然后但是它打6折 嗯 对 就是大概它大概是打6折 这样算多的掉多少钱 原价是6930元 那打完6折以后是4290元 哦 那还有一些优惠好礼 这是我们金马经典营产的一些纪念品 哦 有纪念票价还有那个绿城生机纯镜清洁理的一组 哦所以就是本来是本来是6千多块 将近将近7千块钱的这个这个电影的这个这个价值价钱 然后但是它是用一个优惠的这个套组 对 然后就是超级影视套组就是4290块 你就可以看到饱 就是38部你通通都可以看 然后你想任何时间都可以去看 只要你有空的时间都可以去看 而且除了说就是你看到宝之外 然后还会送给你这个金马经典影展的纪念票价 然后还会有这个限量的这个礼盒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优惠 所以喜欢电影的朋友一定要去买这个超级的这个影视套组 非常非常的优惠 那想请问未来影视基金会 他还有计划推出什么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参与呢 好的因为这个金马经典影展 其实是我们台中电影节的一部分 其实台中电影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 台中国际动画影展 所以今年会提前在九月份就登场 所以九月份还会有一个台中国际动画影展 然后就是比较针对就是动画片的部分这样子 对那今年是第八届了 今年第八届 对对对所以记得就是提前在九月份的时候 都登场那动漫民也是不要错过 那想请问就是金马经典影展 他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呢 这是最重要的资讯 这个最重要 金马经典影展的时间 台中厂是在八月三号到十四号 那放映地点是在台中星光影城 就东港那不是东港路现在叫做台湾大当 对对对对对对 星光影城对对对对对 那预售票早就开始开始卖了 那现在大家要的话就赶快先抢为快 没错没错 八月三号到十四号是在星光影城 就是会有金马经典影展 所以呢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个超级影视套组 非常的划算哦 好了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财团法人 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林盈志先生接受专访 谢谢副执行长 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 城市搜查线我们下次见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